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非常感动人 非常感动人 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青年 18岁的那年 因为行凶伤人 被判了六年 母亲守寡 辛苦地养大她 想不到刚刚高中毕业 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的妈妈伤透了心 她理解母亲 非常地恨她 在露鱼的那年冬天 她收到了一件毛线衣 毛线衣下角 绣着一朵红花 红花上 别着窄窄的纸条 上面写着 孩子好好改造 妈妈指望着你养老了 短短的几个字 让一向很坚强的她 泪流满面 这是母亲亲手制的毛线衣 在以后的四年里 母亲从来没有看过她 但是每年冬天 妈妈都寄来了毛线衣 还有那张纸条 她努力改造 争取减刑 果然在第五年 她被提前释放了 她回到家 家门大锁已经生锈了 屋顶也长出了一尺高的茅草 母亲去哪儿了 她转身找到邻居 邻居非常惊异地看着她 问她 孩子啊 你不是还有一年才回来的吗 她摇摇头 问 我妈呢 邻居低下头 说 你妈妈已经走了 她的头上 像响起了一个炸雷 不可能了 妈妈只有四十多岁 今年冬天 她还收到了 妈妈给她织的毛线衣 看到她留下的纸条 邻居一直摇头 带她到了一个 新堆出的土丘的坟前 这孩子红着眼睛 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问妈妈是怎么走的 邻居告诉她 因为孩子你行凶伤人 母亲借了债 替伤者治疗 你进监狱之后 母亲就搬到了离家 两百多里的爆竹厂 去做工 常年不回来 那几件毛线衣 母亲怕她 怕你担心 总是托人带回家 由我们转寄给你 但是就在去年 工厂加班加点 生产爆竹 不胜失火 整个工厂爆炸 很多工人都死了 其中就有你的母亲 邻居叹了口气说 自己家里还有一件毛线衣呢 准备今年冬天 给她寄出去 在母亲的坟前 孩子 催凶顿足 痛哭不已 全都怪她呀 使她害死了母亲 我真是一个不孝子啊 我真不该这样 我应该下地狱 几天之后 她卖掉了老屋 到外地去闯荡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 四年过去 她在城市里立足 开了一家小饭馆 不久 娶了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的女孩 做妻子 小饭馆的生意很好 没有雇人手 两个人非常的忙 不久 一个推着三人车的老婆婆来到他们门前 她驮着背走路 一拐一拐的 她用手笔划着 想为她提供各种的菜式 绝对新鲜 价格还便宜 老人家是个哑巴 脸上满是灰尘 眼角和额头 很多的伤疤 让她看上去非常的丑陋 但是 这个老板答应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眼前的老人 让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老人很讲信用 每次的蔬菜都是非常新鲜的 每天早上六点钟 满满的一三轮车的菜 准时送到 她偶尔也请老人家吃碗面 老人很享受的样子 她心里酸酸的对老人说 老妈妈 你每天都可以到这儿来吃碗面 老人笑了 一瘸一瘸地走了 她看着老人不知怎么的 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两年后 她的小饭馆成了酒楼 自己买了房子 可谓她送菜的 依旧是那个老人家 又过了半个月 有一天 她在门前 等了很久很久 却一直没看见这个老人家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老人还没有来 无奈 只好让工人去买菜 从那天之后 这个老婆婆 再也没有出现过 春节要到了 她包的饺子 突然 她对自己的妻子说 我很想给老人家 送点饺子给她 我想顺便看看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妻子点头 反复打听到 一个拐角的送菜老人 终于在离她酒楼 两个街道的胡同口 打听到她了 她走到了他们家门口 敲了半天门 没人答应 但是门没关 虚掩着 昏暗狭小的屋子里 老人家在床上躺着 骨瘦如财 老人看到她 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想坐起来 却无能为力 她把饺子放到床边 问老人 老人家 你是不是病了 突然 她看见墙上的几张照片 让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竟然是 她和她妈妈的合影 五岁 十岁 和十七岁的时候 在墙角 一直用旧布包着的包裹 绣着一朵红花 她转过头 呆呆地看着老人 问老妈妈 你到底是谁呀 老人突然脱口而出 儿啊 她彻底惊呆了 你不是哑巴吗 为她送了两年菜的老人 居然是她的母亲啊 那沙哑的声音 她如此的熟悉 不是她母亲又是谁呢 她待在那里 突然上前 一把抱住了母亲 嚎啕大哭 不知哭了多久 她难过地说 妈妈 我看见了你的坟 我以为你去世了 所以我才离开家的 母亲擦擦眼泪 说是她让邻居这么做的 她说 我坐爆竹场 发生了爆炸 我侥幸地活了下来 但是我却毁了容 瘸了腿 看着自己的模样 我想想 孩子 你进过监狱 我们家里又穷 以后 你一定连席部都取不到 为了不拖累你 我就想了这个主意 说自己去世 我想让你远走 她想在外地 好好地努力 成家利益 生孩子 得知儿子离开家乡 这位母亲才回到村子 到处打听 才知道儿子来到了这个城市 她以捡破烂为生 到处去寻找 终于在这家小办馆里 找到了儿子 她欣喜若狂 看着儿子很忙 她又不敢相认 心里又感到很痛 她为了每天 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帮她减轻不担 她开始替她 天天买菜 一买就是两年 可现在 她的脚 腿都不能动了 她已经下不了床了 儿子眼眶里含着热泪 没等母亲说完 背起母亲 拎着包袱 就走出门 她一直背着妈妈 原来自己的家里 母亲的住处很近 她走了没有二十分钟 就将母亲背回家里 母亲在她家里住了三天 三天 母亲对她说了很多 她说孩子入狱的那会儿 她差点想自杀 见她的父亲 可想想儿子还没有出狱 我不能走 母亲坚持地活了下来 要等儿子出狱 她又想着儿子出狱 还没有成家利益 她还不能走 看到儿子成了家 又想着还没有孙子 她又留了下来 妈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脸上还带有苦涩的微笑 她也跟母亲说了很多 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告诉母亲 当年她之所以砍人 是因为有人侮辱了她的母亲 用最下流的语言 儿子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别人骂她打她 她都能忍受 她绝不能受 忍受有人侮辱她的母亲 一周之后 她的母亲去世了 医生看着悲痛悦觉的 儿子轻声地说 年轻人 你妈妈的骨癌 看上去已经有十多年了 能活到今天 几乎是个奇迹 所以你不用太伤心了 她呆呆地抬起头 母亲居然患了骨癌 打开那个包袱里面 整整齐齐地叠着 崭新的毛线衣 有婴儿的 有妻子的 有自己的 一件又一件 每一件上面都绣着一朵 鲜红的红花 包裹下面是一张诊断书 骨癌 时间是她入狱后的第二年 她的手颤抖着 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一样的 一阵阵的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母亲的母爱 那是最伟大的 百善孝为先 父母对我们的爱 那是无私的 所以子女的孝 也是应该永远的 我们学佛人 一定要懂得孝顺 所以佛门里常说 福人居福地 福地居人居 福人居 在佛家看来 有一种方式 征服宵夜最快 这就是孝顺父母 记住了 孝顺父母乃世间 最大的福田 佛经上三世英国里写道 今生聋雅为何应 前世恶口 骂双清啊 若是英国无感应 牧连旧母为何应啊 佛教四大菩萨中 以大愿和大孝文明 父母 这个功德 殊胜难量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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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